欢迎去看关节曲课 我们这两天注意到了柯文哲 竟然没有任何的行程 没有任何的造势活动 为什么没有任何的行程跟造势活动 因为原来他只有plan A 他原来本来想我要寄生在国民党 就像他2014年完全寄生在民进党一样 他要国民党的组织 爱国民党的经费 爱国民党的人 他来打这场的大选 没有想到大家割袍断义之后 完全断了柯文哲未来 总统大选之路 而现在整个尖闭轻眼之后 你柯文哲完全不能动 本来他还寄望说 我去参加国民党立委的这个台阵 现在全部被拒绝 开第一枪的 就是台中中二选区的严官城 本来已经安排了 柯文哲要来 结果现在马上封杀柯文哲 现在不但在立委层次里面 我封杀柯文哲 连民众党你提名的11名的立法会员 现在看起来除了蔡壁如之外 国民党全面封杀 在新北的第二选区里面 刚刚讲的有一个李友宜 现在新北的议员已经讲了 根本没得和 因为你的羞辱太过分了 而在高雄 高雄第一选区 本来也是要去支持民众党的候选人 现在国民党的议员 马上在登记前 马上去登记 登记之后很清楚了 国民党要全力来支持自己的 议员的候选人 也就是现在整个国民党 民众党真的已经完全 残薄膏 罪薄牢吗 真的完全尖闭亲眼了吗 要打一场生死战争吗 在这段里面 资深媒体罗易德也加入我们的议论 瑞德你好 大家好 好 所以我们讲到 柯文哲青天 还忙什么 国民党的区域力 如果一定赢一定输的 我就不用去了 如果在伯仲之间还超过10席 国民党要思考看看 如果真的要三党不过败的话 这10几席的区域立委 我们还是要合作的 他到了今天 脸皮还很厚 还要衬着这个脸皮说 这10几席 至少让我去衬一下吧 保险我们都说 柯文哲是妈宝 那妈宝有最大的特征是什么 就是要靠家里 都把我穿好 然后我就享受其成 所以2014年 有人把我穿好 民进党都把我穿得好 我就只要坐车 我就上去 我就当上台北市长了 对不对 然后2018年 那时候还有台北市政府 这次原本他的盘算是 国民党 你家里家大业大 你只要把我拱上去 我坐上轿子 我就当总统了 所以这就是妈宝的行径 不是 我同一个模式 是以前我弃生民进党 现在我弃生了国民党 他也怎么讲 他说就气量上 国民党还不如民进党 这话他也敢讲 而且你知道妈宝最怕什么 你知道吗 最怕什么 最怕独立 我家里的资源给你切开之后 你知道妈宝会完全崩溃 真的假的 当然是这样 他都要靠家里 那问题是家里资源没了 崩溃啊 他传变变 所以他现在开始愿东愿西 怎么知道我这个签的时候 我以后要叫怎么样 我现在开始 一直都走不出那个阴影 为什么 因为他最怕就是这件事 那是阴影 当然了 我们就讲 那种公子哥妈宝 最怕就是家里不给你钱了 你自己出去 自己出去 就原本的这个政治上的 靠东靠西 现在没得靠 所以他现在开始 不知道怎么 没有行程 你看开始之后 现在登记参选之后 礼拜六照理说 最要开始起步 礼拜六没有行程 礼拜天 早上 我们说早上你可以去拜庙 他还没有庙可以拜 也不出去 他只有去教堂 教堂下午出席一个 这个年轻人开奖活动 那今天呢 今天新的 除了拍照之外 订装拍照之外 现在就是接受媒体的采访 所以他现在知道 我什么东西都没有了 家里资源没有了 我现在没有东西可以走 没有任何资源可以走 那你知道 事实上对他最害怕的是什么 原本的家里 还给你切八段 把你弄得清清楚楚 现在原本这样 你看原本一开始的时候 他们民众党 不是寄生国民党吗 所以很多议员可以合作嘛 比如说我有提名 十一个民众党的立委候选 当然有的会跟国民党冲突 但如果待遇的话 当时是得到国民党支持的 是 因为11月24号的时候 国民党已经下军令了嘛 不能让柯文哲来站台嘛 所以所谓的这个蓝白盒之间来说的话 除了特定区域之外 可以说是完全破局 比如说你看 以高雄来说 好 高雄第一选区 原本要跟邱逸迎拼 邱逸迎拼的时候 国民党就说 那我们就原本这个民众党 推一个叫真盈利嘛 让你选 就被叫 在最后一秒钟的时候 国民党现任的这个议员呢 林义迪登记了 然后登记之后呢 结果国民党说 那我们现在当然要登 要支持我们的林义迪啊 你说不是 但是我要跟你柯P划清界线 连你的这个立委候选人 也要划清界线 对 最后一秒钟 我猜啊 这也是国民党的默许 让他去参选 登记这样的状况 另外一个什么 北市第二选区 要挑战林书芬的 原本他们有个李友宜 李友宜就没想到 这几天的时候 原本是要让这个李友宜 去参选嘛 就没想到台北市的新议员 就说 原本要帮他辅选的 这些议员都说 没有这件事情 甚至你根本不用讲 严宽衡 原本来这个柯文哲 要去预言官网那边演讲的 就没想到 现在预言官网就说 你卖来 虽然还有很多 原本都已经要准备 邀请柯文哲来的小鸡 现在都一个一个 回绝掉他的一个状况 所以说现在柯文哲紧急 被全面碰到 我刚才讲到 你礼拜五登记之后 礼拜六 你应该就干嘛 全力充斥 一段时间其实已经不够了 就不看到了 国民党跟民进党 国民党民进党 那一天都有三场 大型的造势活动 只有民众党今天柯文哲 一个人坐在家里 那你坐在家里 你的小鸡不就吓死了吗 对 没错 我们就讲嘛 事实上目前为止来说 整个国民党 跟民进党里面来说 在趁着这个礼拜六 就是说 疯狂的大造势 譬如说你看侯友宜 侯友宜来 跑来跑去 就台北跑了 然后整个拉台 他们的这个参选人 然后桃园去 李毅宁的这个场子 台中有去这个江启城的场子 然后台南指导 这个所谓赖清德的本命区 我听说三万人到场 哇 全部总动员 照理说就是这样 然后民进党也是一样 民进党哇 这个花莲大造势 各地大造势 这样下去之后 哇 俨然两军的气势都起来 哎 现在是要往前冲的时候 结果你现在主宰在干什么 主宰现在在跟年轻人座谈 那主宰这时候在做什么 在接受媒体的这个call in 就现在 他接受call in 对 他就也就是说 你不应该当个大将军 带着部队往前冲吗 问题是他没有地方可以去嘛 没办法 他又只能够现在 东怪西怪的一个状况 我觉得林佐水讲的非常多 非常有意思 他说一旦豁出去 魂话谎话 竟然可以这样肆无忌惮 他一直不断地讲 他说 柯文哲最近讲的都是 魂话跟谎话 对 他在这个 跟亲人人做个作胆的时候 讲了什么 他说在野部分 还是我的这个 致辞度最看好了 第二个 不是没有地方可以办活动 而是很多 他希望大家沉淀一下 然后我们不赞成 那种所谓花大钱 那实际上就是你没有钱嘛 再说 蓝一直在骗他设下了局 然后最重要就是 除非幕僚看过 我再也不能够签字 所以他讲了非常多 那讲了那么多 在跟亲人人的座谈的时候 诶 照你说这时候 是你讲国家政策的最好时间 就没有 抱怨 他还是一直在抱怨 一直在讲这个 最后跟你讲 他心里最痛的痛是什么 我再讲一次 妈宝最痛的痛就是 你要他独立出去 你不要跟这个家里面互相 所以他有阶段正好学 所以他现在面临到一个 非常非常尴尬的局面 就是说 他现在没有钱 没有资源 没有人 没有舞台之后 怎么走 接下来的路啊 好 宇雪 你说 刚刚讲的 柯文在现在有个 阶段正好学 是郭雪 我本来要吸国民党的血 吃国民党的肉 我要骑在国民党的头上 我要胡家虎威 成就我的整个总统霸业 就没讲到 这一断掉之后 他这个寄生 从寄生不下去了 就像讲 韩国有一个非常有名的电影 寄生上流 上流上不去了 对 那了解柯文哲 他的政治发迹的脉络吗 为什么他会有这个 阶段正好学 因为他从一开始就习惯做无本生意嘛 你看一下 他跟民进党那个时候 他做了什么 2014年 选台北市长 对 然后出来骂骂马英九 出来说自己被破坏 然后开始有一些惊世骇俗的言论 结果吸引了大量的年轻人的眼球嘛 但这个叫什么 这个叫做发击 但发击之后是谁帮他打赢选战 选战有这么easy吗 当然没有啊 所以那个时候有一个要角 这个要角出来叫黄成果 黄成果帮他划全台北市所有的地方组织 宫庙派系 把他弄到好 他的组织是黄成果 当然 所以柯文哲只需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搏板面 他也只会做这件事情 所以刚刚讲的 当时的文宣是整个扁系人马进去 他的整个组织是整个阴系人马 帮他操盘 他的金主 就是民进党直接给他的金主 甚至他动员的人马 连那些小萝卜小朋友 也都是民进党提供的 他习惯了 对 习惯了去蹭人家 而且他把他当成理所当然了 他习惯吸血了嘛 因为他认为他政治上的第一桶金 就是靠吸着民进党的血 吸着吸着 吸出来的嘛 吸到了一个台北市长嘛 而且他那个时候每天只要做一件事情 叫做乱讲话 就笑脸生文说是什么神差嘛 然后骂人家嘛到处批评 他就会可以博得版面 而且博得年轻人喜好 但讲发击之后 他到了台北市政府 这个时候他持续一模一样状况 只是说寄生的对象不同 过去他是用民进党的资源 用民进党的人 用民进党的钱 但这一回到了台北市政府的时候 他一样啊 你要了解到柯文哲 一个根本上的人格性格 他眼里面只有自己 所以对他来讲 做自己是很容易的事情 但你要他去服务别人 包吉哥你就有可能 很难吗 你要去帮人家做公亲 帮人家做义工 你今天当一个党主席 民众党党主席不一样 所以说他已经全部都压在 国民党上面 决定已经做好了 寄生国民党的准备 他居然没有plan b 没有plan b的状况下 刚才讲的 当这一切割之后 他只能待在家里 你说他变成一个 家里顿的总统 他既然没有任何的行程 他创了中华民国选举的记录了 对 宝洛哥 所以你就知道 他为什么会这么依赖黄珊珊了嘛 因为他过去有民进党 但现在还有台北市政府 什么都没有状况下 他每天坐在家里面 不知道该怎么办是好 那有谁会帮他打点 他每天在家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嘛 就黄珊珊帮他打点嘛 黄珊珊是什么 总干事 黄珊珊来帮你募款 黄珊珊来决定你这个行政 怎么花钱 黄珊珊 他多离谱啊 过到没有资源到说 我连发言系统 我连什么幕僚 我连什么财务 通通要举办海选 怎么会有这种情况呢 你现在回过头来看 原来柯文哲并没有 为这一场大选 做任何的准备 我们还讲到的 之前朱元璋要打天下的时候 他有一个什么 广基良 高竹强 缓撑王 你至少要高竹强 你要广基良 这是任何 甚至你要操兵 你要练兵 这是一个任何 抢大位的基本动作 结果柯文哲 有没有练兵 没有 有没有广基良 没有 有没有高竹强 没有 他什么都没有 保安哥我要更正一件事情 柯文哲不是没有为这一次大选 做准备 他从来都不准备 他从来都不做准备 你仔细看 过去民进党的时候 人家帮他准备好好 他只要当个妈宝 躺下去就好了 对不对 他做自己就可以选上 台北市政府 他当市长 他出一声令下 随便口号 底下人是要帮他服务 为他做事 所以他今天遇上 国民党一样的心情啊 我碰你国民党 有话题 我趁你国民党有资源 我趁你国民党什么事情 我都把希望跟寄托 仰赖在你国民党 做一个标的身上嘛 因为柯文哲 不然我就问一件事情好了 八年 八年的市长任内 怎么会没有培养出半个人才 怎么会没有自己的兵嘛 怎么会对 怎么会需要去海选 理论上你八年 现在民众党不分区 应该排破头啊 你的底下的幕僚 应该战将如云啊 台北市政府是什么 是全台湾的总统跳板 你担任台北市长 就是要担任总统跳板 那为什么做不到 因为柯文哲 根本从来都没有做这件事情 他从来没有想要经营过 这件事情 陈水扁当了四年的台北市长 就想还有他自己的典型 像林权啊 赫臣蛋啊 包括什么 马永成啊 林颖长 这些文武百官 这些文成武将 他等于说在台北市培养出来的 马英勇也是 马英勇的金辅冲 或者他有很多的战将 也在台北市长任内 包括陈菊在高雄 每一个人 在你的整个实行过程里面 你一定会培养出你的金主 培养你的人脉 培养你的部队 就柯文哲什么都没有 我们最简单 从不分区名单来看就好了 黄郭昌是柯文哲培养的人吗 不是 对 陈昭之是柯文哲培养的人吗 不是 剩下的人 为什么你知道我不念吗 因为都是黄珊珊的人 全部都是外面来的人 就连黄珊珊是柯文哲培养的人吗 也不是 黄珊珊也是从亲民党 跳槽过来的人 所以柯文哲从来就没有经营政党 没有替未来盘算布局规划 他不愿意做这种苦猜事吗 他就觉得反正只要有现成的 我去剪便宜就好 而他的人格特质 跟他在民众党整个经营 为什么到目前为止 还是如此的虚化 根本撑不上一个刚性政党 这跟柯文哲自己 从头到尾就是从寄生起家 所以现在才会产生 这么强烈的借酸政后群 好 国民党中央下令说 现在跟整个民众党 任何国民党立委的造势场合 不可以出现柯文哲的声音 刚刚听雨璇讲 那不是中央职业下令 是地方的反应 因为现在没有想到 因为柯文哲的关系 让国民党前所未有的团结 前所未有的同仇敌忾 而且讨厌柯P 讨厌到几点了 而且短短不到一个礼拜 在这个军阅破局之后 那个氛围已经濒临到最高点 那种党内现在反而 有些人讲说感谢柯文哲 感谢柯文哲 因为把大家的气势逼出来 因为总闷了好几个礼拜 不爽 然后又在心里面 然后所以你看到 上礼拜周末在台南 是那三万多人 很久说在台南 没看到这种场面 三万多人很多吗 在台南是 这个绿油有一片的这个地方 大家就全部这样出来 然后就有人开玩笑 只差这个国瑜夜市 和这个摊食者车队 这样子形成一条龙 让大家看得更触目惊心 但是光是看这个场面 他们说感谢柯文哲 光是在台南 可以在这么短时间 而且也没有特别的 去怎么做动员 不只台南 昨天下午我们在新屋 场面人数都比四年前 韩国瑜同样在这个 同一个地点半江古厝 人还多两倍 一样比韩国瑜还多 同样的场地 而且也比去年 在张善政选市场 跑到新屋去造势 成立新屋的竞选场 后来张善政在新屋打平 跟这个郑韵鹏打平 那地方很绿 对 新屋观音大圆 全部都是绿区 那结果昨天下午在新屋 一样比张善政人还多 张善政一到就吓一跳 说这比我去年选市场人还多 所以那种场面 都是柯文哲逼出来的 农会渔会系统 所有的社团 里长来了一半 然后我还问里长的时候 你们怎么会都来 不爽啊 不爽 有这么不爽吗 不爽民进党 但是更不爽民众党 还好你们运起来 光是趁着你们运起来 我们就会愿意站出来 里长都来一半 去年选张善政市场的时候 那时候还才出来三分之一不到 小猫两三只 结果现在一半都出来了 所以大家就看到说 那种名气可以用 然后而且一群人 所以不管是桃园 刚刚有讲到 李玉玲的这个委员 他礼拜六的早上 也是啊 都一万人的场子 不管是桃园 或者是这个南部 都有那种感觉 场面就知道 输人没输地 输人没输地 那你看看什么叫陆军 可是当时国民党 不是很希望说蓝白河吗 为什么突然之间 这么愤怒起来了 后来够够够吗 因为当时啊 这个希望蓝白河的时候 想说哎呀 媒体氛围炒成这个样子 好像如果蓝白河不成 这个国民党就是罪人 然后呢 偏偏柯B摆足了这个姿态 然后呢 侯友宜又一直不敢回嘴 朱立伦一直说 希望河希望河 所以那种憋啊 憋在心里面这个 觉得想贬自己一档 所以只好自己骂国民党 这个中央出气啊 就没有想到后来剧情 崩回路转直下 到了最近这一两个礼拜 上个礼拜跟上上礼拜 然后当柯B出现那个状况 跟郭台铭也去他家 好几趟了之后呢 让大家觉得说 你根本就是在 郭跟这个国民党之间 游移来游移去 然后而且 甚至想要趁国民党的东西 要拿组织 到了最后呢 甚至军乐会 柯B今天也讲 他就是找侯友宜要当副手 他就是要当副手的 对 可是在那之前 国民党就认为说 你是想要谈侯柯佩 可是最后这个破局前两三天 记不记得周渔休 民众党还有这个 黄珊珊都喊 没有侯柯佩这个选项 只有柯柯 所以国民党的整个彻底破灭 就是说你根本就把我们 踩在脚底下 想要运用我们的组织 想要运用我们的人 想要要我们的这个 包括出人出钱出力 就像现在民众党内部 中南部也在反弹他 叫他们做中南部的这个工作 还有拓展学标 甚至还要去募款 结果你完全党装都没给钱 一样的道理 当时国民党就有那种心情 觉得说你什么都要我们出 什么都要我们的这个资源 结果你什么都拿去了 然后什么都不给我们讲话 然后把这个侯友宜踩在底下 那当然大家会不爽啊 所以当时在这个过程里面 就完全感觉到了 这个柯文哲 假装搞搞的这个态度了 所以这次一种大暴走的反弹 反弹到这样 这个民众党自己都下降 国民党其实自己也下降 包括今天我们在议会 还有这两天我们在地方的各种造势形成的时候 大家聚在一起 怎么回流了那么快啊 几乎回来的九成以上 好久没看到了国民党一些这个 包括党工或是做过以前这个民意代表的 那本来这个在台面下 很久都没出现 都在台面下 现在都全部都站出来了 大家都吓一跳说 所以我刚才会一开始说 这些人都开玩笑说 感谢归功柯文哲啊 把大家这个吹出来 所以面对这样国民党跟民众党 有这样的一个内部截然不同 其实一边是里面内部听说还在炉上考评 然后还在那边难过 说为什么不是考评 现在民众党内部分崩离析 而且都开始有一个退党潮了 是 那这个退党潮 不管是从基隆的徐又生 或者是他们的这个 他们安乐区党部的这个主任 以及到高雄 这些都有人出现 高雄的选择 自由会也传出来要解散啊 然后所以 包括你看今天台中的这个 第一选区的蔡壁如 他跑到台北党中央跟林嘉欣 按这个罗廷伟一起开记者会 跑到国民党党中央 然后有记者就问他说 你有没有跟民众党中央报备 他说坦诚说没有 他没有跟这个民众党报备 民众党立委候选 跑到国民党中央一起开记者会 当然你也可以说 小鸡就继续合作 过去小鸡刚刚来宾不是有讲 小鸡是不是说 想要这个柯文哲来 我现在问他们小鸡或参与人 没有人想来 没人敢 说谁找柯文哲来 自己就是把票房戳一个洞 然后不要再选 把船招成了 现在想要找的谁 就是赵绍康 或是赵绍康会有一起来 那种反而大家会觉得有新鲜感 昨天赵绍康一个人到我们沿海 那是很绿的地方 赵绍康的形象是很 蓝的再不过 就是先民到底了 可是昨天到这个新屋 一样大家想着跟他签名合照 然后他的行程 他只来一下半个小时 我们等他两个小时 他来半个小时冲冲就走了 因为他赶下一滑 他的一场是接一场 这至少赵绍康 你们连副总统的都是满的 结果柯文哲没行程 因为他太满了 然后台上主持人还要帮他解释说 让我们未来的副总统 赵绍康先去赶行程 他要赶到新竹 赶到哪里 赶到台北 因为他要负责去赶 所以他也要 那每个都分开 所以我们至少有打过总统大选 民众党没有 他没有 他可能那些不客气的讲 现场的这个他们工作人 搞不好你看国安局的这个保安 国安局的随护特勤中心的人员 密密麻麻这些排除 他们可能都不知道 怎么面临这个政战 也不知道怎么去安排 密接这些地方的资源 场面怎么弄 那很重要 国民党至少有这样的一个经验 怎么样铺陈 然后群众解散 这种活动从前面踩点 然后到后面怎么安排 这些特勤的这个情务 然后配合的天衣无缝 国民党至少有经验 而且让这个总统 副总统候选人各自去 散开来去打 因为时间来不及了 所以对照之下 这边是形成一大堆 满满满 然后我们的这个人群 不管是动员的 还有自发性的这个群众 都聚在一起 那跟民众党你那边 现在还在回忆杀 回忆上个礼拜的这个事情 和桥段 然后现在今天又开始去放炮 讲东讲西 都让大家觉得说 你到底要不要选举啊 所以我们当然啦 现在的策略是不太想理他 直接对着民进党 赖清德这边讲 不管对民进党赖清德或上下 全部两边捉对尸杀 重点就是 最后让这个柯文哲 起早边缘化 所以赵总刚刚已经喊出来了 集中选票 起早边缘化 可逼他人 好 现在有四份民调出来 四份民调都呈现一个状况 民众党柯文哲 大幅的滑落 现在有人讲 他进到了一个 20%的保卫战 进到20%的保卫战 就是什么 情失其路 天下共读之 这个时候蓝绿 因为蓝绿现在等于有点焦着 蓝绿谁要赢 谁要从民众党吃掉最多的选票 所以现在民众党变成蓝绿 两大政党的猎物了 柯文哲有什么个性呢 柯文哲很简单 寄身别人的政党 然后从别人政党上面呢 那么攫取他的养分嘛 为什么呢 柯文哲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 十几年来啊 我所认识的柯文哲啊 就是一个过河猜桥跟忘恩负义的人 你说什么 2014年 2013年跟 我问你2013年2014年的时候 谁知道 谁知道柯文哲是谁 没人知道 我讲坦白吗 没有民进党帮他 那么怎么可能有柯文哲呢 但后来柯文哲是怎么对待这些民进党的 蛮简单嘛 他说是民进党需要他 哎呦 你要弄清楚一件事啊 那时候因为 那时候其实第一份民调做的是小英 包括蔡英文在内 谁选那个台北市长嘛 蔡英文的民调是赢过柯文哲的 他们民进党跟柯文哲做了第一份民调 蔡英文是以蔡英文为主 蔡英文是赢过柯文哲的 那时候柯文哲是谁啊 那么事实上呢 当时像我们 我们是谁呢 包括蔡英文 包括当时姚立明姚老师 包括这个李应元啊 李应元是大家都知道 他身段非常的软嘛 他来拜托我们 所以呢 那么召集了几次以后呢 我们才去帮柯文哲 那时候柯文哲 谁认识他 也不是什么 什么什么 什么太阳花雪运的明星都不是 那事实上那时候 民进党只想要做一件事情就是 那么因为民进党自己选 选不赢 台北市长选不赢嘛 那时候号称 然后石头披上国民党 他就当选了 所以后来想找一个人 也就是说他不是民进党出身 但是他可能有能力 那么推倒国民党这个高墙嘛 那所以才去帮柯文哲 我跟你讲哦 柯文哲跟我们见面的时候 才不是现在这个样子呢 不然呢 他对有求于人的人 他是非常客气 态度非常软的 对我们是非常客气的 我跟你讲 他对你很非常客气过 非常客气 客气多了 不像现在 不像后来当台北市长的时候 嚣张把握不可一事 然后骂人家什么宫女太监狗 才不是这个样子 对我们多客气啊 那紧接着来 你要知道 派了那么多人去帮助他 包括花言人 林赫民都是民进党派去的 后来林赫民赶快把他调离 就调回民进党来嘛 总统不会 当时事实上呢 那么大家帮他打这个仗了 我举一个我很熟的人 大家也很熟的人 姚立明就好了 姚立明那时候呢 那么因为我很长一段时间 好几年 一起跟姚老师一起上节目 他有讲很多的事情 包括台面上有讲跟台面下 没讲的事情啊 那么他曾经讲过一件事 是什么事 他那时候不是来 这个柯文怎么要请他 他当那个总干事吗 他不是说 有一次在车上拿了一包 有没有 有人拿一包 五十万嘛 那他要给这个姚立明 姚立明拒收 好你赶在拒收 你如果收了以后不知道 会跟你说成什么样子 他要给姚立明五十万 姚立明后来一毛钱 都没有拿柯文哲 那他五十万哪来的 重点来了 有一天姚立明说 姚老师说 有一天对不对 他找不到柯文哲 为什么 他是总干事 总干事要找这个候选人嘛 要找他都找不到 什么找都找不到 打电话了 什么都找不到 人到哪里去了 那后来实在没办法 已经夜深了 很晚了 没办法想说明天再找 姚立明那时候 住在文化大学的宿舍 杨明山上 结果就开车 那么往杨明山 仰德大道上去以后 赫然发现 柯文哲的坐车 从杨明山下来 跟他闲鬼 因为他的车子 跟车他非常了解 你知道吗 他心里呛了一下 杨明山 请问他去姚明山 见了谁 请问他到底去 姚明山见了谁 为了要叫姚明山见 连姚立明都不能联系 这是姚立明当时 当时跟我们讲的 一个故事嘛 除此不是只有 这样子而已嘛 姚立明那时候 当总干事的时候 因为账 那时候听说 募款募了一亿多嘛 那么当时姚立明 关账的时候 关账就是我当总干事 然后这个账呢 到我这里 我要签名 我要负责 总共关账的时候 是花了六千多万 包括各式各样的费用 你知道吗 有一个多月以后 听说 柯文哲赶快紧急 请姚立明回来帮忙 这件事情 姚立明都公开讲啊 帮什么忙 说啊 怎么办怎么办 花那么多钱怎么办 怎么会花那么多钱了 一个多月以前 我们都花了六千多万 对啊 不是啦 花了一亿三千多万走 怎么可能啊 怎么可能在姚立明 关账了以后 多花了那么快要七八千万 不可能啊 那姚立明坚持 他要来 姚立明帮忙协助 就是签名嘛 姚立明不肯啊 他说我关账以后 这些账是 我关账以后 他多出来的嘛 我要看 我要看单据 这个故事 后来成了罗生门 为什么呢 姚立明斩金节点说 他看到我们那个 一般那个书局 卖的那个收据 免用统一发票的那个数据 上面写一个文宣五百万 他看到四五张啊 等于说两三 有两三千万耶 有两三千万 他到底是花在什么地方 文宣 文宣写 写个文宣 然后一个免用统一发票 那个数据嘛 告诉各位 这里面还有个贸易 你知道我还是因为 这件事情才知道 我们免用统一发票的数据 是有金额限制的 当然啊 每一家数据都有金额限制 上面写个五百万 总共有四五张 也就是有两千多万 两三千万嘛 后来姚立明 有在电视上讲出来啊 结果你知道媒体剧 追问客问者的时候 他怎么说 都是有评有据的 然后就跑掉了 都是有评有据的 然后就跑掉了啊 所以呢你要知道 除此之外 但是后来这个钱怎么报销的 不知道 就不晓得不晓得 因为我们监察院是这样 你把钱那么报 报了以后报到监察院 除非有人检举嘛 有人检举他会去查 要不然他不会根据你的 那个什么统一发票 什么东西去查这个东西嘛 我跟你讲啦 再讲一个人就好了 为什么 我们知道2017年世代云 不是办得非常成功 你以为是柯文哲办的 不然呢 当然不是他办的 你知道吗 他去享受成果 好像2017年世代云办的多好 他连世代云都可以计身 不是的 那个是他向民进党 尤其是陈菊借的爱将 叫苏力穷 他后来把陈菊给他骂了一塌糊涂 有没有 他是跟陈菊借苏力穷 苏力穷呢 因为他们都办不好 这边这个局处所长干什么 因为柯文哲大外行嘛 柯文哲只会骂人 只会知道早上七点半 我要开晨会 他就像个嗡嗡嗡嗡 无头苍蝇一样 然后呢 骂人骂 骂人办不好啊 然后这局处所长搞不好 为什么 找苏力穷来了 要统合 他当秘书长了以后 统合 大成功 苏力穷没管到的 后来就大失败 各位不要忘记 你以为世大运都是无懈可敬 错 各位我会唤起你们的回忆 2017年那时候 世大运当天晚上七点 我们台湾发生了一个 不可思议的四季大丢脸的事情 还记不记得 我们选手 世界各国选手 要出来的时候 不是ABCD 要这样举牌嘛 对啊 举到C的时候 只有举牌手进来 后面没有选手 中国吗 半个小时全部是 后面全部都没有选手 都只有举牌手进来 为什么 是现场直播 世界直播 为什么没有 因为当时 由这个 柯文哲下令指挥的 这些排北市警察局 他们自己规划了 5600名的维安警力 号称什么三成封锁 还记不记得 反年金改革的团体 他们塞住了出入口 你知道吗 塞住了出入口 要怕选手说什么 安全问题 半个小时没选手 天哪 开玩笑 这种事情还得了 后来怎么办 排除了以后 赶快紧急让这些 C以后的选手 一股脑全部都进来 后来2017年的 世代运是因为 台湾不是 包括郑道村不是 还来我们节目嘛 然后创下了一个亚洲记录嘛 标枪 还有很多表现太棒 那个冠亚军 那个金牌银牌 太多了 所以把开幕式给忘了 这时候柯文哲就站出来了 哇 都是我台北市长的功劳啊 不是 大家都不知道 是其实是苏力穹的功劳 好 苏力穹后来对不对 后来苏力穹的功劳了以后呢 后来他就想功成身退 结果柯文哲这件事情在 大家Google一下都找得到 为什么 媒体人自己说 柯文哲跟他闲聊的时候 人家为了媒体人问他 为什么苏力穹他没有走 没空挑啊 没空挑就要走 还记不记得 我记得 没空挑就要走 有没有 没空挑 为了这件事情 苏力穹非常非常生气 苏力穹的个性是很耿直的 他为了这件事情非常生气 那么还在市议会 有秦桐这些国民党的议员 咨询他说 你们的市长这样说你 他说他心里面非常生气 你知道吗 苏力穹后来因为这样 辞职不干了 现在成了我们的监察委员 所以你就从这两个人就好了 你都是从民进党借降 然后你都是人家无怨无悔 一毛钱都没拿 我再重新讲一遍 我们当时帮他打选战 这些人 没有人拿过他一毛钱 最后忘恩负义过河猜桥 这就叫做柯文哲 董事长 真的是这样吗 还有钱在这中间 这么重要吗 没有想到单据 可以这样报销的 柯文哲忘恩负义过河猜桥 这个是他的习惯 生活习惯 你这个不能怪他 因为政治人物本身就很现实 就要往前看 政治人物不能回头看 因为回头看负担太重了 那柯文哲 他就是一个非常喜欢往前看的人 讲好听点有前瞻性 前瞻性 所以他是 他是过河一定猜桥 过河一定猜桥 这个没有什么 我觉得这个很现实 无所谓 这个不能用这个来 评判他的好坏 柯文哲最大的问题 其实在最近这个11月15号 被台湾检验的一个最大的事情 什么事 就是签字那个签字六项协议 六点共识签完之后 然后食言而肥 这个事情爆炸了 突然间给台湾社会一个教育 什么教育 原来政治人物的诚信很重要 因为我们台湾社会 已经被政治人物骗了太多了 你知道吧 所以我们对政治人物说谎 那个容忍度 是很大很大的弹性 反正你怎么胡说八道 我不理你嘛 反正票被你骗完了 四年就骗一次 台湾人习惯这个事情 结果没有想到柯文哲 一次给我们一个教训 原来说谎的结果是很悲惨的 结果说谎嘛 他是不守信用 所以他给了我们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非常大的检验 然后一直延续到军月 这个整个戏码 层出不穷 这是第一个 柯文哲的本职被大家检验 没有诚信 然后没有诚信 然后同样的诚信的原则 我们可以检验其他人 现在有个标准 标准 现在标准很低 很低很低 法律标准 签名了要认 签名要认 其他没关系 嘴巴讲没关系 好不好 这第一个 然后第二件事情 柯文哲他有个 第二个柯文哲有特点 他是IQ157 IQ157真的是157 不是假157 所以他的心目中认为 他比你聪明 所以他用的人 他为什么过河拆桥 你知道吗 因为你现在过这个河 我要这个桥 重要 可是过了河以后 这个桥比较聪明 所以他不要把桥拆掉 所以他用了干部 黄珊珊 黄国昌 这些人 他有三个大干部 黄珊珊 陈之涵 忠于修 你发现都有一个特性 什么特性 听话 都听他的话 他看起来是黄珊珊很凶悍 其实不是 黄珊珊当了五届市议员 他就国政没有概念 这要听话 这程度很差 根本不懂什么立法委员 怎么当行政院宪法 完全都不懂 这一整批人 只要谈到总统权责宪法规定 通通压压屋 通通不懂 你要上关键时刻 大概五分钟讲不出话来 这种程度非常低的 一批白连教 对不对 那柯文哲一五七 一五七照他们照死死的 这个听话 这个听话 所以柯文哲说 我带了三个人 打两党打遍天下 所以就变成不是拔拙 就变成感恩图报 他会用忍 就是让你感激我 要溃败 把他当雍正皇帝 他是雍正权谋 但是第三个事情 柯文哲现在更厉害 他又要讲话侏辱 习惯性地骂人 因为他骂人 为什么习惯性 因为他说他长得比较直 其实不是 他比你聪明 他看侯友宜比我笨 说骂侯友宜应该的 结果一直骂骂骂骂 骂到坏 变成了他把国民党的西牛皮 打穿一个洞 国民党火大 边撤边撤再边撤 打穿了 把国民党打翻了 打穿了 国民党整个党背腾 给他干了 国民党不是怕他 国民党是想要委屈求全 结果委屈求不了 不得权 委屈不能求全 委屈不得求全 最后怎么样呢 所以国民党这个党叫什么党 你知道吗 叫不打不成器 柯文哲打 柯文哲拼拼拼打 国民党不打不成器 就把一个不打不成器的 国民党打成成器了 打了三十几%出来了 柯文哲一跳出 那也必然呢 然后自己变成二十八 对 快要没有二十八了 他跳到河里面去了 然后国民党 坐了云霄飞车 他发现完全想不到 会有今天这种事情 然后国民党 今天的国民党 这个柯文哲的新的剧本 变了 你看见没有 国民党扛我 然后被骗了 被国民党骗了 对不对 然后还有 被骗了两亿美金啊 要给他两亿美金 两亿美金是什么意思啊 就是有人骗我嘛 他一直在讲 他哭天喊地被人家骗 他为什么要讲被人家骗呢 被人家骗的意思是 我跟你讲 主要有两个目的 一个是哭穷 第二个是装死 装死 为什么哭穷装死 为什么 因为坊间很多传言 说柯文哲在 这个蓝白河那个气势好的时候 对啊 募了很多钱 说很多钱放到口袋 这个谣言啊 这个我不已经证实的传言 我因为那不见得真实 但他现在处理这个传言怎么办呢 他就跟你讲说 两亿美金没来啊 没钱 没来 口袋一个洞 钱没有进来 那为什么讲这个话呢 他讲这个话是讲给谁听的 他到依赖金的节目去讲这个话干什么 他讲话有一个对象 他不会无地放肆的 我告诉你是谁 不分区立法委员 他要叫不分区立法委员继续捐权给他 中文字幕提供